一年一路的月饼争霸赛又开始了 我们看一下今年的冠军是谁 楼月今年收到的月饼是怎么样的 要写赠送的对象吗 这是我今年收到的一个月饼 这里面是一个歇高 上面写着民族团圆大祸中秋 这是一个新疆的用户给你寄来的吧 为什么会寄了一个切膏 我感觉这就是一个五人月饼 只不过馅在外边 好转到这边 这位选手你今年的月饼呢 我今年收到最大的月饼是POP tube寄来的 POP tube好吧 然后打开会看到这个盒子特别的高级 木盒子对 金丝楠木的 非常高级的一个砧板 第一次见到送月饼还有砧板在里面 对 然后我们看到 为什么现在今年都流行一个盒子装 中间这个小盒 我猜里面可能是四个小 但是 今年是流行以大为美的 你现在知道这个砧板是干嘛用的了吗 这个砧板是用来切这个月饼的 但是切膏 切膏直接摆就好了 来裁判 今年谁赢了 裁判 我要先说一下 都说月亮代表我的心 今年就是以大取胜 但是我又想知道一下为什么 就在这月饼泛滥的季节并没有人寄给我 我一个也没有收到 我已经吃了很多个了 请大家 请大家集资给这位小姐姐送一盒月饼 给小姐姐明示大家不要投币要投月饼 真的 简直了 今天的中秋争霸战就算是打了个平手了 你们俩一个是以大取胜一个是以硬取胜 终于下班了 然后现在我跟楼月我们准备一起去参加一个第三方的活动 叫做当下频道的两周年派对 对的 主要是想跟老朋友聚一聚 然后据说他们有一个露天的烧烤派对 想到那些烤得滋滋冒油的肉 盖叔还是很激动的 不过吃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盖叔想给大家介绍这个叫做当下频道的栏目 然后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 我们是一个好看但是不火的栏目 其实我觉得他们已经挺火的 待会我们就去见一见当下频道的这些小伙伴们 Let's go Let's go 刚刚到当下频道小伙伴的办公室 他们都在楼上准备那个两周年的周年派对 所以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 墙上贴的是他们正在执行和即将执行的一些视频项目 他们是多有这种传统媒体的情节 自己做了一份报纸 The DX Post 保持好奇 这是一个简单的他们拍定格动画的一个这个进舞台 这是一个放什么灯架什么的这个支架 大力夹 罗德的麦克风 发现了一瓶 这是什么鬼 里边全是各种奇形怪这样的海洋世界的生物 我们介绍一下我旁边的一位 专门从广州来的小伙伴 够给面子 够给面子 我还是当下频道我绝对感动到哭 居然有粉丝为了我从广州飞过来 来我问一下 作为当下的PD 有粉丝从广东飞过来的感受怎么样 我就是从广东飞过来当PD的呀 所以你觉得有粉丝过来是很正常一件事情是吗 对的 他在暗示你成为他们的PD 我也是一个PD啊 所以当下要找我是吧 这是一场PD与PD之间的PK 所以你们俩谁烤的好吃一点 我觉得是我 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也不错 你有什么可以辩驳的吗 你说的算 你从广州过来 来的就是客人对吧 对来的就是客人 好吧 猜猜我是谁 我这时候来了 看我发现了谁 哎呀 哎呀今天碰到粽子太开心了 你也来出镜吧 快点上次你都没出镜啊 怎么样你今天要做分享吗 我今天会分享就简单的 对太棒了很期待 是不太想有点有点多 现在呢在我旁边就是当下频道的大当家 所以因为今天是她两周年的派对 我们要不要耽误她太多时间 我就想简单问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会有了当下频道 是因为在国外看了很多YouTube的视频 然后觉得为什么中文内容 没有像YouTube的生态这么丰富 就希望说我们能够有更多中文 近下和中国context的视频 是能够更多元一点 然后更有一些同时有信息层面的也好玩 明白就是又好看又好玩 但是又能传递一定的当下的价值观的东西 不是说大家就奶头乐一下 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当了很多年记者 所以我对这个选题比较敏感 就是你们是怎么样找到这么多好玩的选题有趣的 比如像我最近看的那条是泄露隐私的 对吗就是平时这些可能就在我们身边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去把它做成放大做成一个选题 你们是怎么想到这些创意的 或者是怎么找到这些线索的 我们在新消费内就是我们自己做的视频 其实看第一眼看上去不知道我们到底是干嘛的 就是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 但其实不正经 就是我们做的东西都是围绕着年轻人消费什么 以及为什么在消费这件事情展开的 然后我们选题就是分成了衣食柱形羊乐眉 六个板块 羊多吗不是 羊乐眉 羊就是养生嘛 乐就是快乐美就是beauty 对 我们选题有几个标准 第一是这个东西看了会不会有人看 第二个是我们想拍能不能拍得到 第三个是拍到了之后能不能放 因为目前就是各种各样的环境 sincerely 对 ok 这一段 然后你说三十几个就嘴巴这边全部都打满 都打满 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就是这表弟也吃 吃好喝好 对那边可以烤起来 然后那个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框架 然后选题的话可能就是一开始就 就是自己好奇什么 就是自己最好奇的事情 所以当时我记得回就是回国 做当下我当时做的第二支视频 就是讲永康路的 就是因为我回到了上海 然后发现整个永康路要拆掉了 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刚好在永康路是一个小老板 然后我就很好奇说为什么这件事情正在发生 第三个问题也是我今天最后的问题 就是你怎么样去找到这些有趣的人 因为这些人其实是非常非常难找到 就是你产生了一个idea以后 但是你要去找这个其实是非常难的 对不对 我觉得对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真的就是从身边的人开始踩了 踩完之后他就说你原来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那你自然就枯竭了 对自然慢慢枯竭怎么办 然后就越来越多人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 说原来你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后来就开始就是这样子打冷电话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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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打冷电话 就是人家也不认识你 你也不认识人家 然后就说不好意思 我们想做这样一个专题 你要不愿意接受采访 他们就会好像还挺open的 然后再到后面呢 他不会觉得你是一个骗子吗 不会觉得你是一个骗子吗 没有我们就把我们的那个video发过去 然后他们看了就会说 因为你已经做过这样子的事情 我就可以认可你了 所以如果你要卖保险的话 就把当下的视频发过去 你可以很顺利就把保险卖 我们其实也跟保险也做过 也做过一种事情 对 然后再后面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要采访一些有专业性比较强 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 比如说我们讲 安全专家 安全专家这一集的时候 那我们就知乎上面去找大神 然后我们就screen 然后因为本身你在知乎上的人 已经开始他们会去share一些东西 他是愿意share的 只不过就是这个东西 如果把它视频化而已 一般他都会说yes 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也是找了其他B站的up主 我们就在跟他们沟通 然后说有没有时间 在一起来做一下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找到一些其实已经愿意去share的人 再从他们来 所以就是一点点这样扩张开来 先是从自己认识的 然后从可能身边的人认识的 然后再到可能完全不认识 就是一个call call 明白 好 那就是今天盖叔想问的三个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帮大家问到 我们也祝当下频道越办越好 我会把当下的链接放在下面 然后两周年快乐 谢谢 共同成长 对 当下到底是个什么鬼呢 继续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我们两周年的一支回顾视频 Hit the play button wh北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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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 ей 放大 我 Athlete 我们 和尓辑 新闻 你的人 寶藏一样 你不怎么了 除了这只50万宝龙以外 其他的都是 我这是不到10万 一千多万宝龙 什么 好好的 走吧 你就是什么 很多人就说我们是文具疯子 你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当然免费听音乐肯定不行 我怎样子去固执这个地方 就会吸引到怎样子 把所有的这些鞋子卖给真正喜欢的人 电子盐 它可能是更像一个潮流单品 同人创作也是创作 非常非常热爱音乐的人才会去 想要做独立厂牌 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我没做错 应该是决定要来这个地方 从自己本人来说 那就是可以打开一个新世界的一个大门 小丑屋 你选择了他 并不是说你这个承诺他都不 现在的感觉 是觉得粉丝是我的伙伴 为爱呐喊 因为我觉得生活需要一点仪式感 我希望能够用一个这样小小的 能够去记住这一天 就是我们走过两周年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 生日快乐 冬夏生日快乐 你已经很困了 晚安 好好休息 然后明天还要继续跟Sky叔叔要见面 对 然后大家记得要关注当夏频道 拜拜